他先生 90歲還未遇 未遇的對象幾歲 妳說 你不能拿槍 不能拿刀 不能... 一定都是拿報紙出來打的 所以我們說 那我們編劇就必須要 一直找新的故事 明明就不認識隔壁桌了 就跑去問他 楚國 金家好媳婦就是 什麼就是你 色甘情 甘為人生 哇 都是你手中 真的要罵大姐 就是你 哇 久仰... 沒有... 我們其實說是編劇 可是其實我們對戲的掌控度 沒有像想像中那麼強烈 因為除了說很多方的意見 是集體創作 然後我們也往往都到最後 播出我們才知道 這個角色是哪個演員演 所以有時候他要演一個 風流替躺的角色 結果找一個痞子來 講什麼話都嘻嘻嘻嘻嘻 就沒辦法風流替躺 就只好把它對白 趕快給它修改成痞子 變成下流替躺 有時候往往還會紅 因人設事就對了 對,所以我們必須要 隨時要能夠看演員的表現 然後去修改劇 新聞八卦 不是,因為我們戲一寫的話 一定是兩百多集起跳 很少有那種一百集內可以結束的 所以你寫到後來 再長的故事都沒哏了 變成我們就必須 一定要去想心地哏出來 否則你就開天窗了 那我們編劇 就必須要一直找新的故事 所以說在路上 在吃飯在幹嘛 我們都會一直 聽別人在說什麼 然後呢,有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我們才會 明明就不認識隔壁桌了 就會跑去問他 那你後來跟你先生怎麼樣 這麼嚴重 缺故事缺成這樣 收集民間故事 他等於生活禪就對了 腐蝕之間皆禪義 對 那也是田野調查 對 然後把它融入到這個戲劇裡面 因為戲如人生 人生它如戲 觀眾才有共鳴 可是真的曾經有過一個 老太太 已經差不多七、八十歲了 然後他說他先生外遇 那我們就很好奇說 外遇的是五十歲的嗎 他都吃什麼 對啊 他說 他先生本身幾歲 他先生 九十歲還外遇 外遇的對象幾歲 你說 好厲害喔 什麼東西真的假的 這個老翁是那個神編喔 對 我們這人在一起 勵志的嘛 對不對 那有成功嗎 有啊 那個小三已經住到他們家來了 然後 真的有過人之處 老當益壯 八十八歲 對啊 多好 好厲害 我就問說 那妳怎麼辦 那個太太就說 我能怎麼辦 我把它當女兒照顧啊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寫進去 這個太尿了吧 對 這個太扯了 就沒辦法寫進去 可是現實人生就是會發生這種事 劇只要是黑道的 我們都不會用到手槍 也不會用到那個木棍 所以這個時候 我記得我印象好深刻喔 就是有一次我們要寫男女主角 落入到山裡面遇難 然後呢 因為不能有槍 那時候我們那個 那個上頭 上司 高層就說 這樣好了 小少 我們來一個 石面埋伏 所以就是 扛著竹子 刀山上 撕那些 男女主角 哇 真的是 這觀眾也看得下去對不對 也接受 慌掉了 來來來 出國出國 他們竹槍不夠扯 我們那個 還有更扯 還有更扯 我們更扯的就是 你不能拿槍 不能拿刀 不能 刀不能一定都是拿報紙出來打的 所以我們說 報紙刺得死人這樣子 報紙刺得死人 刀子 就要包在報紙裡面 然後拿去刺人 所以就只有那個 演員拿著報紙 就刺死了人 然後呢 還有那種 你就看一個演員在制高點 然後要去涉及什麼 對象的時候 對 他是拿著一個 小提琴盒 在瞄準 因為我們就設定 槍在小提琴盒裡面 用一個小提琴 在瞄準 他也會笑出來就對了 對啊 笑完再拍 看他就說的就對了